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日 蒋伟国逝世后 范光灵将部分录音公布 美国一杂志商业中看对录音进行了部分曝光 一 蒋经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 二 蒋介石从小急丧失了生育能力 1902年 蒋介石14岁与19岁的大脚姑娘毛福梅结婚 婚后感情尚可 曾陪读在县里的徐堂读习学 但婚后七年 毛福梅一直没有怀孕 蒋经国1910年出生 之前的一年 蒋介石一直在日本镇母学校学习 所以 美国媒体说 毛福梅在这一年的怀孕甚为可疑 然后 报道直接也争了蒋伟国的录音 毛福梅不首富的 产下蒋经国私生子 文中还也用蒋伟国的原话说 蒋介石在四五岁时 曾经勿将取暖用的家炉当成做的板凳 致使他的闻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 后来为了止痛再期阴囊上涂没了猪油 但是他确实是因为狗的药伤 从而丧失了生育的能力 录音还重申为以下观点 一 蒋伟国对兄长蒋经国极为尊重 关系一直十分亲密 二 公布录音只有一个目的 说出历史真相 三 蒋伟国隋养母刀也成居蒋介石老家时 住在柴房 备受毛福梅虐待 文章一刊发 即引起轰动 宋美龄的之女孔灵已立即声明 此与世无稽之谈 宋美龄和蒋介石1927年结婚后 曾在1930年怀孕 虽然之后不甚流产 但蒋介石声誉能力的谣言 不攻自破 写蒋经国传记的美国作家陶寒 也曾为此事采访过蒋伟国 那时蒋伟国还没有录音 他明确地告诉陶寒 蒋介石不是蒋经国的生父 传记中说 蒋介石时常殴打毛福梅 并抓住他的头发脱下楼 还扬言要休息 1909年 蒋介石和毛福梅连见面都没有 怎么可能怀孕 陶寒还采访了这将奉化蒋介石老家的族人 他们这样解释蒋经国的身世 蒋介石在1900年暑假时 曾回上海过 蒋介石的母亲以自杀威胁 逼儿子与妻子远房 毛福梅这才在八年后有了身孕 生下蒋经国 书中还透露了一个细节 蒋家族谱上 蒋经国并没有列在蒋介石名下 蒋经国出生后 产床上的毛福梅 竟然对蒋介石提了一个要求 把儿子列在其地蒋瑞卿名下 蒋瑞卿是蒋介石的胞弟 四岁要求 蒋母对蒋介石可 则对蒋瑞卿十分疼爱 所以他也要求把蒋经国过继 给去世的儿子名下 然而作为长子 一出生就被过继给亲兄弟 这种做法在农村也并不多见 蒋经国的身世众说纷纭 各持观点 蒋美国的身世同样扑朔迷离 据说是蒋介石和戴继桃 二龙细凤 同处日本一小护士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